然後呢 考試成績是拿到不及格的 還有一些是缺考的啦 缺考一定就是不及格 那就是有30位同學 那A的話呢就是80分以上的 等於是說做答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那會是那個 那會是A 那再來的話就是B B的話9個 C的話是3個 那這樣來看我剛剛講說蠻極端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不及格的有30 簡易是說它接近半數的 那當然呢我這邊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去統計其實還蠻方便的 馬上可以知道一個比例的狀態 所以看得出來 數量部分的話 當然呢 D的人最多 其次的話是A 所以A的話也不算少數 所以兩指之間其實還蠻極端的 反而中間的部分就比較少 所以我可以發現 我們班上同學 就是努力的非常努力 那可能沒有那麼努力的 可能又相對又相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假設你是拿到D 可能要稍微再努力一些些 那這個比例的話 把它畫個比例圖 用圓形圖 你會馬上可以知道 45%的人是拿到D 36%的人拿到A 那其次的話就B 所以你會發現 A跟B 大概就佔了大概 就是一半 OK 一半的人其實還是蠻努力的 OK 那這個的話我想 大概給各位一個訊息 至於那個公佈成績的話 可能之後會在Polo上面 你們會看到結果 那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 做一個練習 把那個325部分 延伸一下 所以喔 你就把這個325的之前 做的練習 也許你就延伸 那 一樣把這一題 我們考試的時候是考什麼 把這個B欄的資料 把它切割成四欄 它本來是一欄 把它切成四欄 那如果說呢 我們今天有個需求 所以你在那個H隔壁欄 讓它中間又空一欄 這邊的話呢 你也許打一個什麼 合併回單欄之類的 比如說這邊的話 給它一個欄位名稱好了 合併 再把它合併回單欄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希望看到的結果 是 這個1234 這邊又是1234 OK 但是本來 這邊是1234 大概過來這邊 橫向的嘛 現在把它改回中向 在這地方該怎麼做 OK 把這邊再圖一下 這邊複製這個格式 它合併回來 好 那合併的部分的話 其實方法很多 請各位先想想看 最笨的方法就是 用突發煉崗 但如果你沒有招的話 Ctr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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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貼多多,當然如果人數少還可以慢慢貼,可是如果這個人數像現在鴻海都幾萬個員工的話,那你要貼到什麼時候才貼得完 所以其實像這種工作,理論上現在沒有人在土法煉綱的,而且老闆要找的人也不是叫你去土法煉綱的,因為你永遠事情做不完 所以要怎麼樣完成這件事情呢?第一個,其實我是建議,主要是希望各位去想想看,比如說第一個,到底ECL裡面哪一個函數 當然我們現在還沒有講到VBA,其實這個是可以寫成VBA,也可以用ECL裡面的函數 只是說哪一個方法你覺得最簡單,你就先用那個方法 當然最好是說我們可以漸進的,先把函數找到,然後怎麼把那個公式寫出來 如果行有餘力的話,你再去思考說可以再把VBA,再把它寫出來 那當然其中考試我是像這個東西,我是希望寫成VBA,對不對 我發現有些同學還蠻厲害的,以為我不會看程式嗎?他用錄製聚齊的 結果也是可以啦,因為他把之前那個動作做一遍嘛,然後錄下來對不對 然後按按鈕可以,我想哇,按下去可以 結果呢,可是感覺就是怪怪的,因為那個反應整個會閃爍嘛,我就覺得不對 後來一看,原來他是用錄製的,但錄製會給你分數啦,只是說不會給你滿分 而會給你可能三分之一的分數,大概是這樣子,因為你現在等於是有做總會給你分數,但不會給你全部 因為你跟我要的要求不一樣,不過理論上其實理論上應該也不可能給你分數啦 只是說因為我這次考試基本上還是從寬認定,因為基本上我並不是希望真的把你們給你們不及格分數啦 主要是希望說你有努力,我給你努力的成績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總成績能夠通過的話,可能你就要在其他的地方再多努力 比如說在哪裡呢?在那個期末的部分 那期末至於要怎麼進行,也許期末再測驗一次,或者期末再交報告 有問題是說你們都不去練習,因為做報告的話很多同學好像這麼特別 就是反正就複製貼,或者可能程式也畢竟是特別去run time 一定當然不一樣,我是主要訴求是希望說你們可以真的去把程式練熟悉啦,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一件事,就是說我希望把這邊再合併 那當然我們有幾個方法,第一個用哪一個函數 所以哪一個函數 你之前的話用過吧,用減式與參照,一樣 然後裡面的話用index,其實用index其實可以啦 或者用什麼interress其實也可以,其實這兩個都可以 但是如果用view函數的話,好像就不OK 那我們首先的話來思考一下用index 可是如果你實在是假如不確定 第一個,你可能知道說index可以 但是你不確定說index怎麼做的話 那我們可以先模擬,然後再去思考說哪些地方不足 我們再補上去就可以了,比如說第一個index 那裡面的話第一個array,array的話可以給他 array是這個,意思是說呢 你要抓取的資料範圍在哪裡 我們在這裡,就這個範圍 D2到G9 第二個問題是說那你要抓的資料 是在這邊的哪一列 OK,哪一列 這個範圍,根據這個範圍 所以其實只要給這兩個問題就可以了 這個範圍,有沒有 那如果我今天要往,將來一定是往下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這個列的話 列的話指的是橫向 那根據這個不是指的這個列 而是指的是這個範圍相對的列 所以這邊的話是第一列 這邊是第二列,一支類推 所以總共應該有八列吧 一到八,OK 所以如果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那就是第一列 在這裡的第幾籃呢 這邊一樣 這個呢 是相對位置 是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籃 這是第二籃 第三籃 第四籃 所以如果要抓這個的話呢 那裡面就填1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 假如今天這邊填1跟1的話 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日期 所以喔 也就是說啦 我們應該要產生一個規則 什麼規則 就是什麼情況 那當然我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下一個儲存格 只要肉一樣嘛 因為同一列 一樣是第一列 只要把這邊改成2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邊變1 列是1嘛 然後下一個的話變第二籃 再下一個變第三籃 第四籃 那就是1234 那如果說呢 每四個之後 1234之後 那列的話變成什麼 要把它改成2 那底下又是1234 那再來一樣喔 第三列 然後一樣1234 所以喔 這是規則嘛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怎麼樣呢 能夠產生旁邊這兩個參數的需求的話 那當然你剛開始可能不太熟悉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在 J跟K裡面 我先取消一下 只要按確定 你會看這個 一定會抓這個 那我們這邊的話 可以先抓Raw 比如說 列 哪一列嘛 所以我們把這個ROW 那ROW需要 需要的數字就是 1111 4個1 然後2222 4個2 然後列的Column 這欄 COLUMN OK 藍的話 就1234 1234 1234 所以知道規則了喔 列的話呢 我需要把這個 列部分就是重複嘛 4個1 4個2 一直到4個8 OK 所以喔 你可以這樣 老師我知道這樣怎麼做比較快 你可以這樣 1 先輸入一個 向下填滿 他會填嘛 然後再2 2的話再拉 你可以這樣 好 我印象中 他規則有沒有 看他這樣向下拉 他會懂我的意思 不對 他好像也不懂 算了 沒辦法 那就只能怎樣 3 再4個3 OK 那再4 就4個4 一直類推啦 那底下 假設喔 我們就先把規則先定出來 1234的話 你就這樣 如果你要變1234 請你多按Ctrl鍵 剛剛沒有按Ctrl鍵 對不對 4個1 那如果按Ctrl鍵 有沒有 1234 那我們可以怎樣 Ctrl 其實底下的話C C Ctrl V 有沒有 假設我先貼4個就好了 理論上有8個 那這個時候喔 其實你只要用Index 有沒有 再做一次 那只是說 你的這個 就是在這裡 你的這個 就在這裡 然後並且記得 把它的範圍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拉 它的劣號會加1 所以呢 固定還對 加錢的不怕 OK 所以像說員工如果要 要離職的話 你給他加薪 看他會不會留下來 OK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把它向下填滿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有沒有 1 2 3 4 有沒有 然後往下 1 2 3 4 第二列的 張揚 然後再來1 2 3 4 第4列 再來就是 第1 2 3 第4列 意思類推 所以底下如果還要再把全部做出來的話 那我只需要怎麼 再把這個Raw有沒有 再往下貼 貼到應該總共八個人吧 2 4 6 8 所以貼到八個 那Column的話呢 那也是1 2 3 4 也是一樣喔 那只是說不對啊 你想說 其實這樣已經 也算快了啦 只是說呢 這兩個喔 有沒有辦法自動產生 如果自動產生當然更快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